一下黑頭車就有十多名黑衣人 在兩側護送 中間這位是天道盟盟主鐵壩 但一進來在門口等待的是數十名警察 一樣得接受檢查 不只有他 連四海幫幫主存委也有到場 相較於其他人他略顯低調 同樣配合警方核對身分才進入會場 陸陸續續有黑衣人一批一批進到餐廳 海內外黑幫人士大咖雲集 就連與道上兄弟關係良好的藝人李羅 也是座上兵 主人公是他 綽號尾小寶的天道盟太陽會 台北分會長肖真文 近期洗貨靈兒洗開七十桌 舉辦滿月酒餐會 但這也代表會有上百名黑幫人士聚集 就怕幫派借機撞到身世 中山分局出動六十名警力在門口盤查所有入場賓客 全程錄影甚至下達禁制令 包括現場不得有豪車 小姐不得穿著暴露 小弟也不可以列長陣迎賓 我們會明查由於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有明示或暗示 與犯罪組織或成員有相關 我們集會依法來執行這個命令解散的動作 分局長作證親自讀軍避免春酒事件再引發爭議 黑幫聚會一舉一動警方都得格外小心處理 TVBS無需選關於Table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